Hello,大家好,我是姐姐 我今天来到了号称亚洲最大的弥洛佛头像 这座宏伟的建筑就在台湾新竹县科学园区附近 台湾新竹县以拥有科学园区而知名 简称竹科 包括世界文明的台积电和友达光电 年发科瑞丁等等大大小小很多企业 如今又号称亚洲最大的弥洛佛头像 又在该线的峨眉湖畔竣工落成 一般来说宇宙中的弥洛佛的头像均都已作之 而这一尊露天的弥洛佛头像 这采用的是力士 这才是关键的特点之一 曾经看过一篇对联 弥洛佛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弥洛佛度大 大难容天下之士 这堆弥洛佛铜像 浓眉大眼的 笑眯眯的 很慈祥 光是近高就有57.6米哦 这边是铜像的对面 是一片美丽的琥珀 琥珀中间还有大大小小的小岛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鱼 只要站在公路边 美景就可以尽收眼底了 大家看看这57.6米的铜像有多高 很微厚 相当于普通楼房的24层之高 佛像井上带的88颗佛珠 每一颗直径就是0.88米 光是这些都是破了亚洲记录的 据介绍佛像以钢筋做构架 再以数千变的造型 不同的铜板 雕塑 组装而建成 一共使用了1500多灯的钢筋 和600多灯的青铜哦 建造过程非常的复杂 难度也是非常的高 一共花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才成功建成 投资建造这尊弥勒佛像的 台湾天恩弥勒佛院 1987年创立于新竹 2001年迁到峨梅乡 以传教教育文化公寓四大生业 布养弥勒佛的大慈精神 弥勒佛既是慈 弥勒佛既是大自然 弥勒佛院热爱大自然的文化 更愿意投资建造佛像 带动皆大欢喜的旅游景点 弥勒佛手中所捧的地球直径 约有三层楼高 据象征世界和平 很有意义 这座亚洲最大的弥勒佛铜像完工以后 佛院还继续打造占地两宫群的弥勒佛道院 预计在四年后完成 未来的游客和乡客来到新竹县 将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一处文化建筑艺术相结构的 佛教圣地 可以以不同的角度来欣赏这顿佛像 现在我到了弥勒佛佛像的背后 大家看到吗 像巨人一样 好大哦 汽车显得格外的小 这么高大的铜像 根本就没有办法邻居里去拍摄 只能从远处去拍摄 所以我就以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位来拍摄给大家看 如果假日发呆 在家里无聊 那么就出门吧 尤其是科学园区的小伙伴 出门没有几分钟就到峨美乡了 这边有山有水有湖 还有很多民宿 带上家人朋友赶快出发吧 前面有三江河 薄淀联姆 然后预传 前面有五湖 后边参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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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